接下来我们看到扩展基本体里面的油罐物体 首先呢在现实生活中油罐是长这个样子的 回到MAX当中呢我们点击油罐的按钮 在场景当中按住鼠标左键拖动产生油罐的底面积 松开鼠标之后往上或往下可以控制油罐的高度 高度确定之后点击鼠标左键 再拖动鼠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控制油罐的一个封口高度 封口高度也确定了之后 最后点击一下鼠标左键来完成油罐的创建 看到参数卷转栏当中 半径呢可以控制油罐的胖或者瘦的程度 高度呢就可以控制油罐是高还是矮 封口高度呢就可以控制油罐封口的一个高度 封口高度呢有它的最小值 当它为最小值的时候呢 就是半径乘以2.5%所得到的数字 这个情况下呢油罐就变成了一个圆柱体 我们决定高度值指定的内容有总体跟中心两种模式 总体模式呢是指对象的总体高度 而中心模式呢指的是圆柱体中部的高度 不包含它的凸面封口的部分 我们打开场景当中的一个边面显示模式 调整一下混合的数值 发现混合值只要大于0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封口的地方创建倒角 边数是设置油罐周围的边数 将它提高呢油罐会变得更精细 它的最小值为3 如果这个时候再搭配底下的平滑勾旋取消的话 油罐就变成了一个三角罐了 高度分段呢就是位置沿着油罐主轴的一个分段数量 最小值为1 再来启用切片的模式就跟我们的柱体类似 包含可以设置切片的起始位置还有结束位置 油罐的创建方法默认是从中心开始创建的 也就是点击鼠标之后拖动出来的是油罐底面圆的一个半径 我们也可以将它切换为边的创建模式 这时候按住鼠标左键拖曳出来的就是控制油罐底面的直径 再接下来完成油罐的创建 油罐的键盘输入卷展栏里面项目就比较多了 除了XYZ三个轴向的值之外 还有半径高度风口高度以及总体中心的切换 包含混合的数值 全部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创建才能得到我们的油罐